HELLO 大家好,我是紅火球 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們又來浪費值了 啊不是不是,我們來畫設計圖 如果有看我之前的某一集Vlog的話 應該會發現我有一集有講到 我要做一個可以把相機綁在車上的架子 那首先做東西嘛,一定要先有設計圖 設計出來再去找材料 找完材料再把它做出來 做出來再看能不能用 那我們就先從設計圖開始吧 我先畫 好,那就一樣使用我們過剩的紙張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個紙我也不知道 那就開始吧 好啦,那我差不多畫到這邊吧 這是我最初步的構想啊 啊我也不確定有沒有要的材料 我們等一下再去找材料吧 然後先給你們看一下我畫了什麼 當然啊,這是我畫的 我們需要一根螺絲,兩個螺母,還有一個洞洞鐵 還有幾條束帶 然後就會變成像這樣子的一個簡單的小架子 然後相機嘛 用螺母固定相機的上面 可以調那個角度 然後下面是 一顆螺母和螺絲固定洞鐵 然後在洞鐵用束帶把它直接綁在車上 好啦,各位我發現我沒有繪畫天分 我還是直接去找材料好了 好吧,走吧 我們一起去找材料吧 好啦,各位又來到我這個亂亂的工具箱這邊了 好吧,那我們來找一下可以用的東西 因為要直接把東西拿起來 比對比對 所以等一下可能就 先給你們看一下我有很多東西啊 你看 這一盒是滿滿的螺絲 然後還有很多盒 都是螺絲、螺母、螺帽那些 這一盒什麼都有 你看我還蠻多這種有的沒有的奇怪工具啦 說定我也是個小小的工具孔 好吧,那等我找到的東西再給你們看 好啦,大家我把材料都找到啦 原本以為很好找應該很快的 可是沒想到 它這個螺絲居然是要用粗牙的 如果對螺絲有點基本認識就知道 螺絲有分細牙跟粗牙 然後這台相機好死不死就是用粗牙的 其實粗牙的東西是比較少用到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台相機就是要用粗牙的 還是一般相機都是用粗牙的 然後還有找超久的 如果細牙的話我這一盒全部都是細牙 這幾盒 螺絲全部都是細牙的 然後粗牙的 好險有找到 如果沒找到可能就要出門去買了 而且現在應該也沒有幾家店會開著 因為現在外面 晚上聽說會有颱風要來啊 好吧,那等一下我收一下 這邊全部有點亂齁 把它收一下 然後我們就回去開始做今天的作品吧 好啦,大家這就是我們的材料啦 束帶、洞洞鐵 那個一些墊片 還有螺絲螺母 然後還有設計圖 那我們就開始吧 因為我怕在床上用會把床弄髒 所以我直接在地板上做吧 好,開始 好啦,那我們首先先照著設計圖 啊這是束帶啊 沒有,裡面是束帶 只是它有點舊有點髒而已 好,看看啊 我們首先要先把這個 螺絲打開 沒關係,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好,那我們先切換個攝影機 因為現在就是用這個攝影機吧 好,那我們切換一下攝影機囉 好啦,大家我現在換手機錄影 可是手機沒有腳架 所以我可能只能這樣拿著 痾...好吧,那就開始吧 這是我的相機 耶,第二次跟大家見面了 我平常都是用它在錄的 然後這是我剛剛做好的腳架 有沒有,長得一模一樣 有沒有,長得一模一樣 好吧,那我們先來把它鎖進去吧 痾...等一下我一隻手沒有辦法鎖 等一下再回來喔 好啦,大家這就是固定座長的樣子 剛剛好穩合 喔,這個螺絲我真的找超久的 然後再來就是用束帶把它綁在車上啦 那我們就... 走,出去外面吧 痾...我打算把它... 綁在這裡吧 這個煞車有拱的上面 好吧,那我開始囉 啊,我一樣一隻手沒有辦法用 那等一下再見囉 好了大家,我研究了很久 還是發現...痾...根本就裝不上去吧 好吧,那我們... 這集算... 失敗吧 不過下次我可能會找更多的東西來 使用看看 或者是直接去買專用的 啊,期待我下次有辦法成功囉 那這集就就到這邊了 這也太失敗了吧,等一下 用了那麼久,結果失敗了 有點小傷心了 好吧,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掰掰囉 嘿大家,我放棄了 我還是直接想辦法買一個行車紀錄器好了 春天前買一個行車紀錄器 這樣以後就能看我騎車的時候看到的一些 好玩的風景或畫面了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 哇,看這個畫質 我也好想買GoPro 哇